香港市民对19年环球经济前景看法悲观,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调查发现 72%受访者认为今年全球经济增长趋向放缓 主要由于中美贸易关系紧张以致隐忧处处 调查显示,受经济放缓及国际政治局势紧张影响 近九成受访者认为今年环球股市只会持平甚或下跌 而认为今年楼价持平或下跌者亦多达近八成 反映普遍港人对今年环球经济,楼市及股市走势感到悲观 看淡香港楼市的受访者中,认为主要受国际政治因素 以及香港经济放缓拖累楼市的比例,均超过60% 尽管市民预期未来经济转差,但普遍面对储蓄不足的问题 三成或以下收入传起,接近两成人更不清楚 需要多少前应付退休生活 反映市民或错误估计真正退休需要,甚至欠缺退休处备的认知 至于投买保险产品方面,接近八成受访者认为 医疗及危疾保险最能保障自己及家人,其次则为人受保险 不过,受访者实际所购买的保险则以人受保险优先 接近七成半表示已购买人受保险,反而已买入医疗及危疾的则交次 排名第三的 危疑疾保险 后我们停住有什么意义 目和感谢观看 在它 买入殖部内 竟然是在建议所购乱的保险 改参 poker中生购买的保险 欠缩者购买的保险 内竟然是在建议上去 将来复ет的保险 的是 Lim